泰国旅游和体育部次长苏瓦西提劳25号表示 目前泰国旅游仍处于淡季 去年外国游客总数达2640万 今年预计会减少一些 大约为2500万到2600万 泰国政局从去年11月起陷入持续动荡 导致多国对泰国发布不同等级的旅游警告 今年5月22号泰国军方接管政权后 仍有很多游客对安全有所顾虑 旅游市场一直未能复苏 对此苏瓦表示 政变之前曼谷街头持续不断的示威游行 和不时发生的暴力事件确实导致安全问题 但随着军方平息了街头示威 泰国重归平静 停滞的经济得以继续发展 苏瓦说 政变是泰国以自己的方式解决政局动荡问题 6月22号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 大部分泰国民众对军方在过去一个月内 恢复社会秩序方面所做的努力持肯定态度 而对外国游客来说 街头恢复平静 意味着之前的安全隐患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除此之外 泰国军方还指示旅游相关部门 解决泰国旅游市场存在已久的问题 如机场出租车宰客 热门旅游地 普吉岛和巴蒂亚的黑帮团伙等 苏瓦说 旅游部门准备利用当前的机会 彻底排除这些安全隐患 整肃旅游市场 苏瓦还指出 低价旅游团也是安全隐患之一 中国去年10月1号实施旅游法以来 来泰国的这类旅游团已经有所减少 目前双方仍在持续合作打击零团废旅游团 关于中国游客一直关心的富泰免签政策 苏瓦表示 还需一定的时间进行准备工作 去年富泰中国游客达470万 几乎同比增长一倍 泰国担心 如果这一速度继续增长 泰国旅游人力及交通资源 都不足以保证每个游客的安全 此外 中泰双方都担心免签会导致一些违法行为 因此在免签政策正式实施之前 泰国还要在很多方面做好充分准备 苏瓦还表示 去年起中国政府呼吁民众文明出行 现在看来卓有成效 很多来泰国的中国游团的游客 都比之前更文明 苏瓦说 其实泰国民众出境游 也经常有不符合当地风俗习惯的做法 只要互相尊重 耐心讲解 多加理解 大家都能做文明的游客 最后 是 进行 变成 刘 变成 变成